大家好,我是Toby 很多粉丝问我在德国上学是免费的? 这是不是真的? 在德国上学就是免费的 生活费也可以申请奖学金和助学金 而且不限制年龄 70和18岁的人可能是同学 德国的大学大多是公立学校 公立学校不收学费的 因为德国支持更多的人来上学 但是最近非常非常少的州 开始向外国学生收学费 比如在这里司徒甲车大学 这里的外国学生要叫学费 每个学期1500欧元 我以前就在这里上学 那个时候外国学生和德国学生一样 就要零学费 过几年在这里也可能不要学费 这个州的学费跟红榴灯一样 边来边去 那如果我是个普通家庭的外国学生 我觉得这里太贵了 我就不来这个学校上学 我也可以去慕尼黑 在柏林很多很多的地方上学 学校也很好 虽然在德国没有学费 但是每个学期要交注册费 大概150欧 如果家庭条件不好 你也可以申请住学金 如果你自己住 每个月最多可以得到 853欧元 什么 如果你跟父母住 每个月你可以得到 583欧元 那挺好的吧 差不多 四分之一的德国学生 申请了BAföG 现在就知道我去年为了 你和了BAföG 你会有BAföG吗 啊,没有,我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我没求了 我还在家里面 我可以不求了 但是我还要再费 但我只要费了 但是只有半个 那是最少的 最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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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说,我没有 我没有做到 没有,我现在没有 我没有求了 为什么 我太太开了 我的身体状态 硬不 我不是 我认为我 我的心 没有 我认为 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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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月 你独买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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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计算 600还元 我计算 你计算 你计算 我计算 你实际上 我计算 这是一个 Quarterweight 这是一个 但是 我计算 所以我的父母有可能需要付款 是的,我已经做了两个月了 是的,但可能我需要很长时间 用一个学生工作 但是钱不是白钱的 在工作的时候需要一半的钱 如果一工升起了两万欧 你就需要一万欧 你可以选择一分期 你还,比如二十年每个月 还一点点 那如果选择一次新还 你就只需要还七百五千欧 是不是很好算 但是中国的学生一般不能申请buffer 美国的也不可以 欧盟的才可以 但是中国学生有很多的学霸 那你们可以申请奖学金 每个月有几百欧元 也可以也不错 你愿意来德国上零学费的大学吗 虽然免费 但是毕业也很难 欢迎你们来德国读书啊 爱你们啊,拜拜 拜拜 这个视频拍完了 地狱也有鹿 问我 德国猪肉多少欧哦 在德国猪肉的价格是大概一公斤七欧元 猪力鸡在River 现在七块七猫一个kilo 排骨在安里是七块五猫一个kilo 猪排现在又特价 五块两猫一个kilo 明天吃猪肉吧 下个视频我们一起去超市买猪肉 地狱也有鹿 非常感谢你们的这个问题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 欢迎你们在下面留个言 或者信息给我 下一期我就会带你的问题 爱你们,拜拜